大脑,这个不到三斤重,如豆腐一样的器官,是整个宇宙中最迷人和最复杂的物体之一,充满神秘和惊喜,是科学前沿的探索目标,直到上个世纪左右,人类才真正开始研究大脑这个宝贵的财富。 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人类已经发现了一些关于大脑的令人惊讶的神秘与奇迹。 大脑是人体的最为重要的器官,负责控制和协调身体的各种活动,同时也是思考、学习和记忆的中心。 大脑的基本细胞,神经元是构建大脑的基石,神经元具有细长的臂,称为数突,用于从其他神经元接收电信号或化学信号。 这些信号由细胞体接收,然后通过神经元轴突传递,像一种信息循环,通过神经系统传递信号。 令人惊叹的是,人脑由估计860亿个神经元组成,几乎与整个银河系中的星星数量相当,每个神经元还可以与多达1000个其他神经元连接。 这意味着,大脑中存在着惊人的60万亿个神经元连接。 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神经元中有许多是高度专业化的,大脑包含许多区域,每个区域负责不同的功能。 脑干调节血压,消化等自动功能,而小脑控制着身体的平衡。 虽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我们只使用了大脑的10%,但事实上,我们在潜意识中使用大脑的很大一部分,近50个区域参与处理视觉的各个方面。 大脑的记忆功能是使我们人类真正独特的原因之一。 大脑的快速学习和适应能力使人类得以发展到目前的状态。 然而,记忆的存储和处理方式仍然是一个神秘之处。 不同类型的记忆并不是由大脑的特定区域处理的。 海马体是主要负责长期信息记忆的区域,而基底神经节则处理肌肉记忆。 但这并不像将单个神经元与单个记忆相关联那么简单。 研究表明,最好将其视为神经通路或激活模式。 一个神经元可以参与许多不同的记忆。 通路激活的次数越多,它们变得越强,使记忆越清晰,令人更加惊奇的是。 根据一些心理学专家的说法,大脑中可以存储的神经连接总量超乎想象。 早先估计大脑的总容量约为2.5拍字节。 但几年前的研究表明,实际上,这个数字可能是之前估计的十倍。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存储空间量。 我们永远无法指望一生都能填满这一容量。 令人惊叹的是,大脑在处理所有这些信息时只需要约20瓦的电力,相当于普通灯泡的功率。 大脑的左右半球在处理功能上存在一些差异。 但流行的说法认为,左脑更具逻辑性,而右脑更具创造力。 大脑的不同半球确实可具有不同的功能。 然而,这种不对称性对于日常生活并没有影响。 因为大脑的每一半都通过偏肢体神经通路网络与另一半进行积极沟通,将两个半球结合成一个单一的意识中心。 有一种医疗手术称为偏肢体切开术,被用于治疗严重癫痫发作。 这种手术将大脑的两个半球分开,以防止它们快速相互发送癫痫信号。 虽然这种手术可以有效地消除癫痫发作的威胁,但它确实导致了一些有趣的副作用。 裂脑患者在其视觉的左半部分显示图像时,无法用言语表达它们看到的是什么。 因为语言中书通常位于大脑的左半部分,无法与右半脑中的内容进行交流。 类似的,患者在左手拿着看不见的熟悉物体时,也很难找到词语。 这些奇特的结果让人不禁好奇大脑的运作方式。 而最令人着迷的例子之一就是金皮克。 他是一位学者,从年轻时就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认知能力。 他可以记住约一万两千本书,对世界历史、地理、音乐等了如指掌。 他的记忆能力超乎寻常,可以为你提供详细的解说。 他甚至喜欢记住电话簿。 不同于其他天才的是,他出生时患有严重的大脑异常,导致了大脑两半的自然锻炼。 这使得他能够同时使用大脑的两个半球,实现了半脑同时有效记忆的不可思议的能力。 在十九世纪末期,人们首次报道了幻觉这种特殊症状,并认为是节肢部位周围剩余神经组织的结果。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认识到幻觉是由大脑内部产生的。 具体来说,是体感皮层中的神经元所致。 科学家通过准确的电磁机实验揭示了体感皮层上不同位置与身体各部位的对应关系。 幻知综合症是一种长期以来被认为无法医治的疾病。 但神经科学家拉马钱德兰所设计的镜核方法却展现出了惊人的效果。 该方法利用镜子技巧欺骗大脑,使患者在镜核中感觉到缺失的肢体得到控制。 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失去肢体的患者,还可以帮助中风患者恢复对身体部分的控制。 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是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之一。 特别是在婴儿时期,大脑对学习新技能具有高度的适应性。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可塑性逐渐下降。 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即使成年人的大脑也可以在适当的刺激下发生重新连接和适应。 这为理解大脑的复杂性和神奇功能提供了更多可能。 例如,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完全蒙住眼睛96个小时的实验中,大脑开始经历生动的幻觉。 但随着参与者参与触觉实验和盲文阅读,大脑重新开始利用不再使用的视觉中心。 这项研究表明,大脑不喜欢空闲,一旦有了新的任务,它很快就找到了一种新的适应方式。 对于大脑的了解还只是冰山一角。 它仍然是一个复杂的谜团,有无数可能使大脑受伤的方式。 脑震荡、中风等损害可能导致大脑功能和身体功能发生奇特的变化,例如失去对恐惧的感知、空间忽视和视觉缺失等。 总的来说,对大脑的研究将继续揭开更多神奇的发现。 大脑的适应能力和神经可塑性让我们对它的弹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对大脑的理解不仅可以帮助解决一些神经学上的问题, 还可能对治疗患之综合症等疾病提供新的突破。 我们可以期待未来的科学研究将继续揭示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奥秘, 并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启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